小其爱的25岁夏天,2017年杂志写真美图大放纵 炙热的夏季布莱迭比基尼消暑于下课不行,这次女主角的名字应该是各位宅友们耳熟能详的,她就是日本写真界的重磅机人物。 小其爱,话说好久没有她的文章了,最近也搜集了不少关于她2017年的杂志写真美图,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个大放松了。 众所周知,小其爱在日本可以说是相当有人气,其他领域不敢说,但写真这一块真的是一天寄出谁能与之争锋,只要有她在各大排行榜基本上拿下冠军都不是问题, 所以导致那些要做写真TOP时的媒体,都必须先过滤掉她才有办法统计的下去,不过这也没什么了,即便没在票选中曝光她的写真也一样销量惊人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25岁的小其爱,从踏入日本写真圈到现在已经11个年头了,虽然在这一块吃得非常开,但她目前非常想要转型,因此不止在综艺节目积极地曝光, 甚至也推出歌曲摇身一遍成为歌手,在最近的单曲《Floating》里面,她甚至挑战创作歌词,展现自己除了可以唱之外更有创作的本事。 其实一个人在单独一块领域成功已经很难能可贵,要双棋双赢这更使难上加难, 小其爱很有禁军歌谈的野心不过成绩始终没有写真理想,每次只要造成话题焦点都在欧派上面,像是上次参加节目的时候,就因为找被问题而被来宾现场是摸一正虚实。 不过依然希望小其爱能在不放弃写真界的情况下, 在音乐界也能有更理想的成绩了。